唐总挺带的 富裔逃皇啊 这楼有多少层啊 你来我这应该不是为了看风景吗 是这样 唐总 律师函呢 我收到了 今天我来的是专程向您道歉 这件事情我完全是不知情的 这个白晓曼啊 她完全就是瞒着我去干那事 我要知道肯定来了 她是你受益的 毕竟之前你不是干过这样的事情吗 我承认我当年这个刚接受公司的时候呢 是有一些这个小动作 但我呢都是本着学习借鉴 我也没造成什么坏影响嘛 你相信我 我跟这白晓曼啊完全不一样 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我有家族传长 我要脸的 还是要有职业操守的嘛 我跟你这么说 我这个人啊 对这个服装公司呀 就完全不感兴趣 我不喜欢 是这白晓曼在我面前 幸福地在跟我说 我能把这公司替你管好 我耳根一软 我说那你去管吧 谁知道闯这么大一个祸出来 还得我亲自出马 来给他擦屁股 唐总 不管我们海耀啊 现在发展得怎么样 可那毕竟是我附近当年 白手起家打下的江山呀 我不能让他毁在一个女人手里 是不是 咱们两个公司 是国内最大的老牌公司了 但现在日子都不好过 我们被这个电商 欺负得是什么样了 有多少电都关掉了 这种光剑下 我们应该共度难关吧 不能互相拆台呀 你看你是不是挺清楚的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我这个事情 我们公司承受了多大损失 我的意见 你看我今天来 坐在你们面前 就我们两个人 咱们这个敞开心扉聊一下 我今儿来 肯定不是来推卸责任的 我是来解决问题 咱们有事好商量 那你想要怎么解决 我倒是有一个想法 如果如果明远收购了海洋 那我们就是一家人 那如果既然是一家人 就应该不存在 吵析这个事了 老头